哈喽大家好,我是帕子阿谦啊,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北京市七星级酒店,盘古七星啊,今天尝一个自助餐是780万元一位,对面就是属地方,还有这个鸟巢啊,怎么说呢,看到这个对面的场景,心情比较激动啊,但是今天一定要尝一下七星级的酒店的美食是什么样的啊,品尝一下 哈喽,朋友们啊,这期识别是阿神经费最高的一期, 啊,朋友们,你们给我点点赞,关注关注,点点赞啊,给阿谦回旋,感谢你们,用你们金手一手,法律的双手,给阿谦点点赞,支持一下,下期视频能不能吃上色菜,全靠你们了,呵呵呵 啊,看到阿谦点赞,看到阿谦今天的吃多少布老,哈 哈 这个龙家的肉质啊,非常的喜欢啊,非常的锦实,非常的锦实,非常的锦实 非常的锦实,非常的锦实 太贵了 朋友你们看看特别的细节啊 幼稚 非常的发白 发白就是非常的细节啊 没有黑的地方 今天我拿了两种啊 一个清蒸的一个麻辣 哇这肉太紧实了 好 啊朋友们看看这是麻辣口的 咱们对比一下韩蛋跟有味道 哇又来了朋友们啊 看看这个肉太饱满了 啊 哎呀 太贵了 嗯 嗯 太直了 飘了我都飘了啊 飘飘一些 哦 清蒸的属于是原汁原味啊 麻辣的是麻辣鲜香 但是开胃的话我感觉还是麻辣的贵啊 但是想吃特鲜的还是清蒸的 哦 太贵了哈哈 今天我们来个波隆自由 哦 七百八十元怎么说呢 咱们得吃回本 嗯 吃回本 早就飞本了 五只就飞本了 大哥 这个一只波隆的话怎么说呢 得不低于一百元啊 我算一下 七只到八只咱们就回本了 但是他家这个食材真的细节啊 肉质特别的紧实啊 嗯 太进食了 看看啊帝王蟹的腿 哇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性 真太够粗了是吧 七百八十元啊 这是一分钱一份货啊 太够意思了 嗯 七百八十元没有白花啊 太值了 哎 先点先点点啊 吃溜水 嗯 嗯 看这个大碗 都给煎好了 看看呢 嗯 咱们不管多少钱的自助餐 咱们这个猪蹄是我的最爱 咱必须得吃啊 嗯 而且一顿不吃肉 我活着都难受啊 海鲜可以吃 但是 咱们的混合着来 对不对 咱们 一直吃不笼的话 老板不笼 那我们几个吃没了 哈哈 哈 它酱得非常的好 这就是东北的酱猪蹄 嗯 烤乳哥 哎呀 外酥里面 这乳哥这个外面那个皮真脆脆的太香了 嗯 有的朋友问哈 到这个到这个700多800多这个自助餐为什么还要吃肉 因为咱们吃海鲜也是够 一直吃海鲜也够 嗯 这鸽子烤的真的太棒了 嚼上一口真是蛮够喷香 看看朋友们 这个肉特小 嗯 我感觉780元啊太值了真的 虽然说菜品不多但是非常的精 我吃 嗯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现在这个服务园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瞅着我乐 但是没有办法是吧 嗯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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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鹅是乳哥猪的东北花真的绝了 嗯 不要看过啊我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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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鹅是跟鸭是真的是不一样还是鹅香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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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太鲜甜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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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仔细视频到这里了 喜欢胖子阿谦点关注 非常感谢你们 看阿谦吃的有实习的话 勾一 感谢